其實怎樣找一些筍盤呢? 其實你看 Robert 的車 你看看他的車 他基本上會不斷告訴別人我們買樓 有些人急放時看到他的車 還有他有很多方法去找筍盤 就會先給他們 一件事就是車企業 那是你會找到賣賣 ② 甚麼方法你去投資的價格? 一個方法是我和Alan 都會發表上Facebook的網路 我們在那裏找到地位 等加上我們有看副建品 我們會用這些單位資本 販析機接着車路 因此,有很多方法,例如Facebook、Foreign 他們會印紙紙到處去派傳單 派派派派派派,然後人們便黏了雪櫃 想起要賣樓時便先找他們 他跟很多經紀談談 經紀一放本,就不是放給客人的,只是放給他們的 是的,他們其實自己都是一個投資者,但他們不能夠每個月、每半年都接到貨 沒有那麼多錢,我們找到盤子之後就去賣給其他投資者,賺一個幾千薄的融金 好,謝謝! 乾杯,Allen! 謝謝香港人在香港!